哎,果然不出我所料 新來的班主任果然是瘋婆一個 蛤,怎麼了? 阿哥,你也知道我們疫情期間要開Zoom來上課了 那一開學,就是班主任這個瘋婆 就說了一大堆規則 然後見到有人頭髮亂了,就叫他佛企 那有一個佛企,就讓他見到他的衣服沒有藏好 就叫佛抄校規 你知道最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嗎? 最好笑... 他的褲子忘了打鍊? 不是啊,他上課的時候見到有人拿起手機來按 就說他玩手機了 然後就叫他把手機交給他 怎麼交啊?順風到負啊? 哎,星座果然沒有說錯 處女座真是很煩 你怎麼知道他是處女座? 他自己說的 他說想我們好像朋友那樣相處 所以多介紹一些關於他自己給我們知道 朋友去老鼠嗎? 有誰會想跟這樣的老處女做朋友? 現在老師怎麼會自我介紹得這麼仔細 所以你很相信星座性格這件事 相信啊,很準啊 哦,是嗎? 我看過 你摩蠍座的吧 是啊 摩蠍座 有了 對摩蠍在開玩笑的話 要小心 因為有些玩笑開不得 要肯小心 不能踩到他的地雷 摩蠍座艷拐彎抹角 個性跟說話都是 不真誠的人也是他討厭的 好互分明 喜歡就喜歡 討厭就討厭 準不準啊? 哦,好準啊,我就是這樣的了 你有沒有聽過巴勒母效應? 什麼巴勒母效應? 還是我只聽過馬德拉的效應? 這個效應就是很多人都會相信 或者認同一些 看上來好像為了我們讀身訂造的 人格分析 但通常都會配合一些 含糊不清的用事 例如那些什麼 或者啊 經常啊 大概啊 偶然啊 這些 講極都一定對的 再不是呢 就是一些大家都通用的 用在哪個都對的一些東西 有棵柑的樹? 是啊 你剛才不是在讀摩蠍座 我讀天蠍座 蛤? 你說真的嗎? 不過這就是現代版的巴勒母效應了 而事實上呢 剛才那段文字呢 都換過了不同的星座 然後放在不同的網站上面發佈 結果呢 就跟你的灰一樣了 大家都說 嘩,好準啊 都不是啊 那些比較尖銳的描述都覺得很準 那你又怎麼解釋呢? 例如是 例如 我們媽媽是金牛座 她很頑固和對錢方面特別執著的 其他星座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嗎? 其他星座好像沒有那麼強烈 這層 你有沒有聽過自我實現預言呢? 什麼實現預言呢? 集齊七一龍珠可以實現嗎? 這個是願望 不是預言 自我實現預言 是指我們有一些判斷 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先入為主的關係 所以 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我們之後的行為 然後分分鐘就會令到這個預言成真 所以每天對著一塊鏡頭 笑也有用的 那個是屬於自我暗示 雖然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也有些分別的 跟自我實現預言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就很難說給你聽 幫我舉例說明的 話說在1968年 美國有一個社會心理學家 羅伯德博士 他在一間中學做了一個實驗 他就給這個中學 全部的學生都做一個IQ Test 然後呢 他們就會抽一些 指定的目標的學生 就告訴他們 你們的IQ測驗分數非常之高 然後就跟那些學生說 你們呢 在這一年新的學習中 將會有一個大幅進步的成績 結果出來真的 聽到這番話的人 最後真的成績進步得比那些沒有聽的人多 所以當你發現到一些人在形容自己 又或者自己很重視的人 在一些性格分析的時候 你就會把那些重點放在那裡 所以你就會特別留意那些重點 甚至乎因為這樣 就會出現一些很主觀性的判斷 然後就會覺得 那些分析真的很準 就是這樣 好好利用尖聲學這件事 作為一個引導 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這當然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非常執著星座 甚至迷信 經常都用一個星座這件事 去判斷一個人 而不是用一個觀察 或者實際相處去認識他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說起上來那個老處女 回答人家問題的時候 都真的特別有耐性 一路二十一說就馬上明白 你這麼聰明 將來一定會成錯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沒有放棄資料的 哦是呀 不過這個鏡頭好像閃燈的 你沒關 啊啊啊啊啊啊